问世间情为何物,只叫生死相许,我们所熟悉的电影《桥段》竟真的上演在现实生活中,几年前连花古寺来了一位居士,拜建柱持法师求开示,那时的他一颗心深陷泥潭,痛苦挣扎,无法自拔,因婚姻的不如一己女儿的叛逆,令他心力交瘁,求助无门,好在佛菩萨慈悲救度, 让他有缘来到古寺求见师父,师父与他言语攀谈过后,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,便回到闭关坊打坐入定,为他追溯素氏因果,在某室这位居士名叫莲花,与县世的爱人有着甚深的姻缘,过去生中,莲花山祖师爷坐下有位高徒,修行即将圆满,颇有大德,风范,然而正如金庸先生笔下的锅香一般, 一见阳过物终身,莲花小姐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宁静,棉花小姐本是大户人家之女,家境因时相貌端正,因佛缘身后潜心向佛而往来于寺院,与高徒时常攀谈,一来二去竟难以自持地爱上了她,并以美色百般,引诱,为了与莲花小姐长相厮守,高徒不惜断送多年修为,还俗成亲, 婚后两人如胶似漆,花钱月下,道心逐渐退转,莲花小姐自幼养尊处优锦衣玉时,如今与高僧成亲自然不会亏待她,成亲后每日行住坐卧,使奴换毙,吃喝用度,极尽奢华,多年身居寺院,清修持戒的高徒抵挡不住,诱惑,沉迷于其中难以自拔, 渐渐荒废的修行,好景不长,婚后不过两年多的时间 高徒竟因福报宵尽允命落入地狱,受尽千般苦楚,囚徒无期,莲花小姐也因为心爱之人突然离世,哀伤不已,不久心痛而亡,时事令人惋惜,人生苦短,轮回路长,因缘于业力地牵引,常令有缘人不期而遇, 于今世,莲花小姐与高徒再次因缘和合,结为夫妻,然而一切都已不复从前,高徒虽得人身,却因过去生中不守戒律轻规,断送了法身会命,而堕入地狱,如今智慧,全无目的沉闷,毫无情趣,这使得一向追求浪漫,对爱情充满憧憬与期许的莲花小姐,失望至极,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,没有轻轻我我的浓情蜜意,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,莲花小姐厌倦了这样未同嚼辣的日子,对她的丈夫逐渐疏离厌弃,并开始在外边寻求安慰,与其他男人做出一些有备伦理的事情,转眼间,他们的女儿十几岁了,磕磕绊半半多年的婚姻,依旧毫无生趣地维持着,因果不虚, 业力感召的伟员障碍,总是令人猝不及防,又悔不当初,孩子从小体弱多病天机孤僻,性情暴躁,入学后每天惹是生非问题,百出,还经常逃课, 有时甚至以死向逼,胁迫莲花小姐按照她的意愿做事,班主任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莲花小姐,斥责孩子不学无术,并间接委婉地表示, 希望她酌情考虑让孩子转学,为此莲花小姐心力交瘁,苦不堪言,也是素氏的因缘使然,祖师爷加持设寿,莲花小姐再度执欲佛法, 走入佛门,并在恩师的慈悲加持点化之下,走上了忏悔修行之路,若要快速地消业素食业障,就要发真诚心忏悔。 广若功德,回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,然而持之以恒并非易事,每一位佛子都深知修心为上,无论修持何种法门,都要明了修心,才是正法界的教义,如果不能转变自己的心境。 不懂得时时回光返照自己的不足,只看他人的过错,无法去除贪嗔痴慢疑的烦恼,那么即便是做再多的功德,念在书圣的经咒也是枉然。 起初莲花小姐来到莲花山修行,心却放不下红尘琐事,虽然没日没夜地干活,却始终心怀称恨,每天抱怨,他人,师父开始他一些修行的法门和教义。 他也不太信服,不但没有依教奉行,而且经常被其他居士信众,在师父面前告状,说他一张嘴巴就伤人,言语犀利,尖酸刻薄,不好相处,师父便要苦口婆心地劝导,轻声软语地像母亲一样地安慰他,与他攀谈时温柔地换他孩子,深层剖析他的内心世界,帮助他引导他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。 在以佛法的慈悲教义善导其心,令他逐渐软化醒悟过来,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,并愿意真诚发愿痛改前非,就这样在莲花山观音菩萨,及历代祖师的慈悲加持下,师父的悉心教导下,莲花小姐终于意识到自己内在的不足,懂得了不求外境但求心境的道理,逐渐明白了一切外境,都是自己, 内在境界的感召,与化现,要修正己身才能彻底转化外境的道理,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,都是为了了圆了愿,是在这个境中不断,完善于清理自己,在重重的伪缘障碍之中磨砺自强,在眼观一切众生 轮回之苦的过程中,生起无上殊胜慈悲之心与菩提之心,与佛菩萨感应道交,从而深受加持,而回归自信的一个自然规律,众生安乐我安乐,众生解脱我解脱,修行就是要发愿利益一切众生,只有众生离苦得乐,我们才能真正地修正圆满,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,都充满着很多未知之术,在人生的各种经历中,有快乐也有痛苦,有幸福也有心酸,佛教中认为,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符合因果规律的,随着缘起缘灭,一切都是自然产生的,一个学佛人应该要看清这一点,在学佛修行的道路上,才能轻装上阵,获得成就 佛法犹如我们人生中的一盏明灯,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,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佛人,到底应该从什么方向去努力,才能达到修行圆满的层次呢? 无数的高僧大德都为我们开示,佛教并非宗教,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,我们不能流于形式,做一些表面工作,而应该踏踏实实地实修实证,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。 那么,如何正确地发愿呢? 一,以不伤害众生的性命为前提,作为大乘佛子最低限度要发愿,让我生生世世中,乃至菩提果之间都不要伤害众生,即使为了自己的身体性命,我也绝不伤害其他众生的性命。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,别说自己是修大乘佛法的人,连个佛教徒都算不上。 二通愿和别愿,通愿有的也叫总愿,所有众生一切佛菩萨共同的大愿,就是四红四愿,四种特别大的四愿,众生无边誓愿度,烦恼无尽誓愿段,法门无尽誓愿学,福到无上誓愿程。 通愿的诵诵,最好用前辈的金刚语,不要自己随便度转,这样比较简洁而有加持力,别愿是我们每个人各自不同的愿。 比如愿自己生意兴隆家庭和睦,如果是佛教徒可以加上愿,世界和平,国泰民安佛教昌盛,上师安康等。 三,为专门对质而发愿,这种愿望,是针对于某一个事情来发愿的。 比如放生,就是为了重病的家人早日康复,抄写金刚经就是为了去除自己的贪心,这种方法适合于法院专门做一个功德,来对质自己最大的一个罪业,就像专款专项针对美,一个愿望而做的某一个善法。 四随进法院,根据环境不同而发的愿,华严经理讲,进房屋时,法院众生都达到解脱城,睡眠时发愿,愿众生都获得佛陀的法身,饭熟时发愿,愿众生获得智慧的甘露等等。 每一件小事都要发愿,每个愿都圆善法而生,我们的功德就会慢慢增上。 我们经常发愿,就是让愿力每天都能得到强化和巩固,形成习惯,一饮一时,一举一动都念念不忘三宝。 等我们临死的时候,一念三宝就很容易,所以学佛人一定要坚持每天都发愿,希望各位大菩萨引以为戒,都能够精进地持戒修行, 定中生会,正悟殊胜佛果,立得一切父母有情脱离轮回苦海。 南无阿弥陀佛,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。